万里砍角里每个月共餐因为浮原辽阔 长辈住的分散 所以都必须要仰赖里长开车接送 还有一人出一道菜的规则 也让砍角里的共餐不但丰盛还不受限于经费 可以说是透过菜肴分享而聚在一块吃饭聊天 新美市老人共餐推行多年 鼓励长辈外出联谊吃饭成效良好 不过对于人口集中的地方 长辈外出共餐并不困难 而是对于为在山区交通又不方便的万里砍角里 每个月吃饭共餐就必须仰赖里长出车一车一车的债 还有一人出一道菜的规则 也让砍角里的共餐不但丰盛还不受限于经费 我都是这些老花一块一块一块 去跟人家讲一讲 去跟人家讲一讲 都是叫我们共餐 都是出民家里大家都一人资一行 这些比较多的 我都叫你人资一半要再加资 我刚才才买一个很生气 他说你不能再资 你这些是民家的关心 对对对对 对啦对啦 说你做的你就不要再资 你也没照着吃不去 不仅是接送里长还会规定年纪太大的长败不准煮菜 人来吃饭就好 就是怕料理的过程当中难免碰到或是高温油炸 不小心切到或是烫伤就失去开心共餐吃饭的意义 还有满足丰盛的料理 每一道菜每一只鸡鸭几乎都是阿公阿嬷们自家生产 绝对可以安心食用无负担 我们这些共餐就是说每一个区来的 这些社区这些顶部 和这些大家聚餐 我们的特性都是一人聚两晚 大家来这些共餐 我们的开心 大家联络感情啦 如果有用 我们不是与李长也要走这样关心 我们肯巧里的共餐 他们就是用当地种的东西蔬菜 比如说那一个 它那个鹼菜 滴酸 然后山药 这个当地做 然后用比较乡土的方式 比较古早味来做 像我们那个还有那个菜桃柜 还有那个什么 就是草花柜 那个都是妈妈自己做 用比较古早味的做法 可比说用力豆 然后用橘子 然后去用 然后做点鹼的 就是用咸的 绿豆草花柜 所以吃起来很口渴 然后也很适合老人家来吃 所以每次我们共餐的时候 公所都会有一桌人来这里 来打游戏来这边来吃 很高兴来参加他们的共餐 不论是秋露菜 家常菜还是古早味小吃 在砍角里的共餐桌上 全都可以见到 而佳肴也都不会重复 长辈们还总是好客的 要大家来品尝自己的手艺 每个月一次透过菜肴分享而相聚 再透过拿出自家最好的料理食材 传递新意 最后彼此赞赏 真尽情仪 这也让共餐不再只是一个月一次的吃饭 而是长辈间的情感交流 与社区向心力的邻居 季节高评和万里采访报道